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一款恐怖遊戲呢 是真正在你的心裡面 滋長出因為恐懼的種子 那今天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 沈默師兄 Silent Hell 那首先呢 想要KONAMI呢 你會想要什麼 一般呢 其實在1986年開始 那時候很火紅一款 就是叫惡魔城遊戲 就是我由KONAMI去開發的 再來1987年的時候呢 就隔年 馬上呢 昏斗龍又在街機上發布了 那它的火熱程度呢 也非常的誇張 那時候幾乎大家都知道混斗龍嗎 有 我們小時候也玩過 對啊 再來呢 也不得不說就是後來呢 KONAMI又出了一款叫 潛龍蝶影的神作 哇 對對對 相信很多人都有玩過 當然了 而且現在那個很多的梗啊 也都是從潛龍蝶影出來 它的音效 那誰能想到呢 發明這三款遊戲的遊戲公司呢 竟然 也是研發沉默之球的遊戲公司 欸 那那個時候呢 整個90年代啊 KONAMI那時候 靠著潛龍蝶影跟惡魔城嘛 所以說其實 光這兩個其實不太夠 確實 所以說後來整個遊戲部門 就是非常冷靜這樣 那後來呢 1996年的時候呢 KONAMI換了業主 那新的業主呢 表示呢 他想要找一款主打 美國遊戲市場的一款遊戲 所以說呢 這遊戲一定要有濃厚的好萊塢風格 那那個時候沒人 因為那時候剛剛已經說就是 潛龍蝶影跟惡魔城 已經把他們大部分的 遊戲的人才要挖走 所以說呢 他們就從一些 準備要離職啊 開發遊戲失敗的人 就組成一個開發團隊 那這個開發團隊呢 就是叫 Team Silent 那他們因為 開發遊戲失敗 所以很難跟其他人達成共識 沒有辦法跟其他人達成共識 那主要呢 都是靠這個氣氛啊 還是畫面就嚇人 就大家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就是 當初惡靈古堡就是打著 被殭屍追的感覺啊 這個生存 你的子彈數 你的血量 都是造成你恐懼的感覺 所以說也有人說過其實 恐懼來源與火力不足 那惡靈古堡一開始呢 有點恐怖 後面為什麼越來越不恐怖 因為你的子彈越來越多 對 就會越來越不恐怖 真的 那呢 他們也給 Team Silent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心靈感 就是他們打算 創作一個生存恐怖遊戲 但是呢 他們想要 超越惡靈古堡 帶來的恐懼 他們想要創造那種 未知的恐懼 就像史蒂芬金的一些作品 對對對 所以整個遊戲的劇情會有點模糊 而且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都是為了讓玩家覺得 欸 這邊為什麼會這樣做 或是呢 這邊到底是要想要表達什麼 這樣的一個感覺 三年之後 欸 1月31號 沈默之秋呢 終於在美國發售了 隨後呢 在同年的3月4號 在日本也發行了 那他們首先是登陸PS1 雖然說他們拒絕了這種 好萊塢式的這種遊戲 不過他們最後還是創造一顆 符合美國遊戲市場風格的一款遊戲 那剛發售就掀齊就會吵 因為 恐怖這個題材其實在不管什麼時候都很 熱門 對對對 那遊戲那種非常強烈的壓抑感 而且讓人感覺 很恐怖很真實的感覺 因為跟惡靈古堡不一樣 他不是隨時隨時隨地都有槍 地上都有槍可以撿 都有子彈在地上可以拿 所以說呢 就非常引起大家這個探索的這個好奇心 當然馬上也跟惡靈古堡拿來做比銷 那如果以銷量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比較平手的部分 那惡靈古堡跟沈默之秋最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覺得是遊玩的部分 惡靈古堡的話比較偏向戰鬥 他會積極鼓勵你戰鬥 那沈默之秋則是相反的 他呢 則是積極鼓勵你去探索 所以說呢 戰鬥的話 非必要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 確實 都可以跑掉 對 那當初呢 大家看現在畫面上一代沈默之秋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種 非常多霧的這種場景 會讓人想到 剛剛有提到 史蒂芬金有一部叫迷霧的作品 是叫迷霧嗎 我忘記叫什麼 反正就是都是在霧裡面那一部 那沈默之秋呢 你或許會想 沒錯他也是要做出這種感覺 可是呢其實當初呢 沈默之秋會這樣做是因為 如果沒有用這個迷霧當作背景的話 沈默之秋的畫面 負荷會非常的高 他那個 運算部分更不少 所以說呢 這種恐怖 然後又節省這個 處理器 輸出的負擔 非常聰明 真的聰明 那一代遊戲的故事是從男主角哈利 某一次在這個旅途中啊 開車的時候遇上車禍 然後醒來的時候這個女兒 雪蓉 突然消失無蹤 然後呢 好死不死 就在一個名為沈默之秋的地方 開始尋找他的女兒 那遊戲戰鬥部分呢 跟惡靈古堡差不多 因為惡靈古堡的男主角女主角大家都知道 都是特種部隊 對 不警察 那哈利的話呢 大部分時間只是拿著鐵棍的正常 差不多 對 所以哈利的攻擊就非常有限 對 所以說呢這款遊戲呢 基本上戰鬥的話呢 是盡量避免的這樣子 確實 那遊戲裡面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在遊戲初期啦 哈利會拿到一個收音機 那這個收音機呢 大家當然不是拿來聽的 嘻哈 收音機的雜訊 所以這就是非常恐怖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非常恐怖的東西 對他們身上有帶電波啊 所以說呢 惡靈古堡看到殭屍的時候 你會知道有殭屍啦 那沈默之秋呢 比較恐怖一點 他在你畫面上還沒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先跟你講 我來了 對對對 欸這樣差很多 然後沈默之秋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啊 每一代呢 都一定會有一個理世界 跟表示界的一種狀態 那大家一定不懂 什麼叫理世界、表示界 其實這個理世界呢 表示的就是一個 大家看到這個恐怖啊 所以有那個怪物啊 有迷霧 有黑暗 有血 有非常暴力的地方 都是在這個理世界 那這個表示界呢 就是一個正常的世界 那這個沈默之秋的第一代呢 其實當年啊 開放式的結局也蠻不常見的 那個時候沈默之秋一呢 共有五個結局 那當然 他有一些搞笑的結局 總之呢 沈默之秋提供了非常多 不一樣的開放式 那說到這個沈默之秋一啊 其實不得不說 當年在上市之前 其實沈默之秋是有爭議的 那個時候發售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所有國家都有通過審核 喔 因為呢裡面有一個叫做 灰色小孩的怪物 那灰色小孩 大家知道嗎 現在這個遊戲裡面 就算是這個 GTA啊 裡面都不會有小孩出現 因為就是怕你這個 有 這個射殺兒童的這個 動作 因為小孩呢 是非常敏感的 那當初呢 這個灰色小孩設計呢 是一個拿著刀的裸體小孩 那聽起來就 問題就很多 而且這個玩家呢 可以直接把他幹掉 哇 幹掉就算了 他們出現的地點還在學校 那很明顯嘛 這個就太敏感了 我們都知道就是這個 就是 不管你要怎麼暴力都可以 就是不能兒童暴力 最終這個製作人員呢 也在這個北美的版本裡面 把他的頭部掩蓋出去 然後呢 再把他的皮膚變得更深 更灰一點 再把他變得更大之一 然後看起來更像龜物 最後才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呢 在日本跟歐洲版呢 則是直接呢 就是 看不到他出現 他們直接在這兩個 比較敏感的國家 直接換成一個叫 就是這個 這個怪物 那這個名字呢 就是很奇怪 最終呢 陳莫之秋賣出了聯盟滿分 那這群 可拉米呢 富多者聯盟 第一次出任務 就取得巨大的成功 然後就 馬上顛覆了 對恐怖遊戲的定義 嗯 陳莫之秋 瞬間變成了恐怖遊戲 頂尖的存在 那經由這次的成功之後 Teen Silent 也馬上變成這個 可拉米最主要遊戲團隊之一 馬上跟潛龍電影 平起平坐 就可以知道 那時候陳莫之秋 帶來多大的震撼 對可拉米 或是對全世界的玩家 來講 嗯 那可惜的是呢 這個Teen Silent 的處女座 雖然獲得極大的成功 不過呢 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沒有加薪水 那個遊戲製作人 外山歸伊朗 離開了可拉米 然後加入了這個 SIE Japan Studio 也就是Sony旗下 開發的遊戲公司 然後呢 金春哲鈺 就變成後來新一代的製作人 欸過多久兩年之後呢 2001年的9月呢 PS2上面呢 發布的《沉默之秋 2》 那大家呢 對這一代其實是 非常有這個期待的啊 《沉默之秋 2》呢 劇情是跟第一代沒有關係 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那講的就是這個主人公啊 詹姆斯收到一封 來自他三年前 然後就掛掉妻子的信 有沒有一點什麼記事感 可是惡靈過後期就是抄他 對啊 然後妻子 妻子在信上說 他們在那個當年度蜜月的沉默之秋 小鎮等著他 所以度蜜月會就要 會去叫一個叫沉默之秋的小鎮 所以很明顯就是會跟他分手 真的 這樣感到疑惑 感到好奇的詹姆斯呢 就這樣置身前往沉默之秋 找去他的妻子 那這一代跟前座一樣呢 沉默之秋主打就是這樣 我們的主角永遠都是正常人 所以呢 我們攻擊部分一樣有限 嗯 那呢 一樣也加入收音機 不過呢 這代呢 非常經典的東西啊 就是這個三角頭 哇 經典到爆 對 那這代呢 其實可以說是劇情最棒的沉默之秋 他呢 大量討論著這個人性 而且他有很多的 社會上的黑暗面 第一代主要在講這個邪教 那這代呢 就是主要是在討論 原主的路人 然後還有人類精神的喪治完食 那呢 當然這邊 我們也沒辦法詳細解說劇情嘛 不過呢 還是可以去看這個 魂斗嘴大大 有一部超級詳細 一個小時沉默之秋二的介紹影片 點擊資訊卡就可以看 記得看看右上角 這代呢 跟第一代一樣呢 有多重結局 這次呢共有五個結局 那更好笑呢 是玩一個狗狗的結局 就詹姆斯呢 最後會發現整個遊戲呢 都是一隻狗在空中 超好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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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狗狗 最後呢沉默之秋二呢 同樣非常的成功 在第一個月就賣出100萬分 那最後呢跟沉默之秋一代一樣 也就賣出200萬分左右 那隔年呢 2002年呢 他們又發表這個 沉默之秋二 最奇之之 可以說是呢 重製版 然後呢 加上一些額外的知識先劇情 就是增加了瑪莉亞 在遇到詹姆斯之前的劇情 瑪莉亞就是詹姆斯在沉默之秋上 遇到一個女子 那這個女子 跟她掛掉的妻子 瑪莉長得一 我一樣 但個性呢 跟穿搭不一樣 那這一代呢 又增加一個經典的UFO結局 那隔了一年呢 2003年5月 沉默之秋三 那這次呢 他們將製作人的位置呢 交給了三缸黃 這個三缸黃啊 為了前面兩代製作所有的歌曲 所以說呢 大家一開始聽到說 哇 叫前兩代的作曲 下來做這個製作人 也太奇怪了 不過呢 畢竟她參與整個遊戲過程 也算是元老邪人物 加上呢 這款遊戲呢 其實音樂也是一個 公不可沒的部分 很重要 恐怖遊戲 最後呢也是因為她夠了解遊戲 當然當然 希望她成為這代製作人 這次呢 一樣在PS2上面發送 那這次的劇情呢 就跟一代有關係了 那女主角呢 海瑟呢 真是哈利在第一代的結局裡面 報回來贏了 故事呢 講述這個海瑟 在這個購物中心裡的漢堡店 睡著呢 就直接夢到惡夢 醒來之後呢 有個偵探叫住了海瑟 那海瑟呢 不以為意了 她就馬上走掉了 然後呢 再次回到購物中心的時候 就直接跳過這個李世紀 那這代呢 他們好像想要特別強調這個 李世紀跟表世界的設定 所以說呢 他們呢 就非常強調這個 轉換之間的那個 畫面 對轉換之間的畫面 所以有時候突然呢 在表世界突然就到這個李世紀 那這邊呢 有一個有趣的角落室 原本這個製作組 是想要將女主角名字 叫做黑人 海倫的人 那後來覺得這個名字太熟了 真的很熟 所以他們就決定改名字 之後名字就被改成叫做 Heather 就是這個海瑟 因為呢 他的配音員加上這個動作捕捉演員 剛好呢 就叫做 這個海瑟的設計呢 是從這個法國女演員 夏洛特甘斯伯格 跟這個歌手 梵妮莎 帕拉迪斯 這個形象融合設計的 那這代讓人最有印象的 就是女主角海瑟 比起前兩代男主角過於嚴肅 非常黑暗 臉沒有看過他們笑過的這個 對 這個哈利 跟這個詹姆斯 這代的這個海瑟呢 就比較像是一個 正常的人 比較 可能是比較年輕的感覺 應該是 在過程中會說一些搞笑的話啊 然後害怕的時候會害怕 後面呢 也會因為這個角色 這個成長曲線 慢慢變得越來越勇敢 所以說呢 是這個沉默之秋 系列呢 最成功 而且大家印象最深的女主 對對對 另外呢 這代作品呢 也是首次出現這個 往後系列很常出現 這個 就是這隻兔子 在往後這個沉默之秋作品裡面 也會常常看到他 嗯 那這代呢 有多重結局 不意外 有這整個遊戲最有趣的部分 那就是 這個UFO的結局 啊結果呢 這次呢 超奇怪的 竟然是叫前兩代男主角 所以說呢 這個搞笑的結局真的是有夠強 那童年的11月呢 也就是半年左右呢 賣出了大約30萬分 跟前兩週比起來呢 差非常多 不過呢 在恐怖遊戲中也算強權 對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這個童年的12月啊 有一款遊戲又降臨在這個PS2上面 很快呢 他也變成了這個非常知名 非常成功的恐怖遊戲IP 甚至呢 對某些人來說 想要這個名字 比想要沉默之秋還恐怖 哇 那就是呢 有著跟這個美式風格的沉默之秋 完全相反日式風格的這個死魂曲 想必大家都知道 有趣的是呢 這個死魂曲的製作人 便是當年製作完第一代沉默之秋之後 就離去的外山歸廊 哇 只能說呢 他這個就是 應該有虛擬疾病 這兩個那麼嚴重的 恐怖遊戲 兩個這麼壓抑 恐怖遊戲 請他的精神治療師 注意一下他的狀況 經歷了這個三代的成功之後啊 這個三缸黃啊 續任這個製作人位置 這個音樂家呢 搖色一邊變成製作人 而你也可以真的看到 這個Teen Silent 對這個製作遊戲真的有很大的熱誠 就每一個成員呢 都是真的是遊戲狂 那一年之後呢 2004年6月7號 新的沉默之秋又發售了 不過呢 這次呢 或許是想要突破吧 所以比起前三代呢 這次走出完全不一樣風格 首先呢 這次是系列第一次用副標題 全名呢 叫做沉默之秋4 密室經文 而取之這個副標題也是有原因的 那本作呢 主要的舞台呢 終於不是去沉默之秋 那邊超多人 那邊超多人 所以呢 這次呢 就是一開始呢 南掉醒來呢 就在一間破舊的老公寓裡面 而且呢 這次非常厲害的是 這遊戲竟然是第一人稱 在公寓裡啦 是第一人稱 對 在公寓裡面是第一人稱 雖然說是第一人稱 不過呢 我們爬進洞之後 就會變成系列以往的第三人稱 不過呢 這個第一人稱也讓 一開始進到遊戲的玩家呢 都感受到這個 非常壓抑的恐怖氣氛 而這代呢 也故意營造出這種感覺 因為呢 這次的主題呢 就是想要把 你以為最安全的地方 其實 暗藏著很多 你不知道的 最深層的恐懼 而第一人稱呢 也是為了要讓玩家 盡情的享受幽闢恐懼症的感覺 那這些種種的改變呢 都讓人家感受這個 Teen Silent他們 想要沉默之秋成長的這個趨勢 所以說呢 就想要來一個非常特別的房間 那呢 這一代遊戲故事呢 就主要就是說這個亨利啊 他被關在自己公寓的房間 我們大門呢 被鎖起來 而且每一晚還會做噩夢 然後窗戶跟牆壁也都沒有辦法被破壞 那電話呢 也是打不通 最後呢 他想要去尿尿的時候呢 發現浴室突然多了一個非常大的破洞 然後呢 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想要爬進這個洞裡面 可能是真的沒地方去 合理啦 因為他就被關在裡面啊 可能沒地方去了 這一代呢 對這個表里世界的設定呢 就有點模糊 因為你進了洞之後 你也不能完全說是這個 里世界 所以說呢 就是 非常的奇怪 而且也把這個收音機的功能取消掉 那想必是因為呢 我們想要創造出一個新的風格 遺憾的是呢 這個創新呢 陳摩之秋系列的玩家 是不是不買單 不過這個銷量跟評價 非常的慘 這個Ign呢 只給6.9分 Ign很會給分數 只給6.9就是買單 真的真的 那當時呢 是系列評價最差的遊戲 反正四代呢 風評不是很好 那沒關係啊 大家可能會想說 等他後續的作品 畢竟有了一次突破 第二次可能就會是一個完美的完整本 確實 不過呢 這個陳摩之秋4 密誌經文 卻是這個Teen賽人的最後一支作品 2005年4月呢 也就是說這個發布了一年之後 這個Teen賽人呢 宣布正式結成 這個長達五年呢 這四部作品呢 這個傳奇團隊呢 就畫下去一點 那從此之後呢 陳摩之秋呢 就是給外國的廠商 就是給歐美廠商去製作的 所以呢 不論人家喜不喜歡陳摩之秋4 你都必須得了解啦 這個是 Teen賽人創作的最後一支作品 也算是陳摩之秋的 系列最後一款正統的劇作 確實 好 那我們介紹完 Teen賽人的四部作品之後呢 下期呢 我們會介紹 那個經過四個國家之手的 陳摩之秋 還有一款只擁有陳摩之秋骨架的陳摩之秋 還有那代永遠只有四碗版 大家無法直虧他全貌的作品 而究竟陳摩之秋的後續會如何發展呢 這個偉大的IP是否會迎來終結呢